那另外呢 我也觉得那个裴洛西 她是一定会来的 到现在看 为什么 第一个理由 之前她不公开行程 有没有 在前天之前都不公开行程 不公开行程什么意思 就是有台湾 有安全故具 所以不公开行程 那意思就是要来台湾 不来台湾的话很公开就好了 然后昨天公开行程的 不回答要不要来台湾 这不是就暗示大家会来了吗 好 第二个 我认为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 拜登已经暗示习近平 这个裴洛西会来了 很简单 就跟刚才这个委员讲到的一样 美国是三权分立 美国总统 没办法去管 这个国会议长 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美国总统是没这个权利的 所以美国白宫发言人 一律不对 那个裴洛西的这个行程 讲任何话 这是对的 因为行政权 跟这个立法权 是搭不在一起的 因此 我猜拜登暗示了习近平会来 那个习近平才要放那个狠话 不要因祸自焚 倒过来 如果拜登暗示习近平不会来 那习近平讲话就不需要那样讲了 那最后当然是跟这个 这个裴洛西 他自己的这个这个个人的这个名誉 声望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 裴洛西来台湾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因为我看到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认知战 裴洛西来台湾有什么好处 代表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他自己亲身来这里 来这里保证 如果裴洛西来台湾 我们听听看他怎么讲话 看我讲的对不对 第二个也代表这个 这个台湾如果有事 美国会介入 倒过来 如果他不来 这个精锐器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道理 畏惧才会启发战争 就是因为你怕 所以如果裴洛西不来惨了 这个不要说美国的面子 没有了 美国的意志也被摧毁了 美国的国内会炸锅的 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 党内都会炸锅的 那这个时候与其后面 马上就要美国的这个 这个其中选举了 那如果裴洛西这次没来 回去美国国内整个大反弹 他还要再来台湾补救 他我觉得裴洛西 他也会计算 那还是这次直接来就好了 裴洛西他是一个辣娘子 所以还记不记得 就是说在2020年 这个美国国会 这个川普总统那一次 去 我们也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你要讲的这个故事的时空背景 是2020年的2月4号 来导播把我们开个框 这个画面蛮经典的 来董老师 因为当时的时空 国情咨文 那这个川普要报告对不对 那在报告的时候 有一个报告就拿给 就是拿给了裴洛西 那裴洛西接过去的时候 本来还要握手 结果川普看他不看他一眼 裴洛西他一个表情蛮妙 他就 你这样对我 后来就看到下面这个动作了 这是非常经典的 所以说为什么裴洛西被叫叫做美国国会女王 而且她是一个辣娘子 在这一场川普的这个国会咨文里面 因为他去国会 川普要去国会讲 所以说国会的主人就是议长 国情咨文是类似我们施政报告那一类的 所以进入这个国会里面 第一件事情 你看川普就要先把他的这个报告 先交给裴洛西 裴洛西收到报告以后伸手出来 结果川普是故意的 开了一眼 转身就走 故意的 好裴洛西记起来了 马上等他讲完 连撕两份报告 就是在所有的媒体面前 连撕两份报告 这是个辣娘子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发生在今年四月 今年四月份 美国共和党的议员 就攻击裴洛西这个议长 说那个维吾尔族劳动法案都不审 国会都不审 你裴洛西要亲中 你畏惧中国 裴洛西非常火大 发出一个公开声明 他说过去三十年来 美国国会谁最反共 就是我 他讲这话是对的 就是说他的那个记录都在的 所以一火大之后 速审 就是把那个维吾尔族 劳动法赶快审给你看 所以就通过生效 七月生效 所以他裴洛西真的是一个辣娘子 所以说他这次回来台湾 我们非常欢迎他 来文要补充 我先生几个事情 把那个吹牛的话先弄清楚 第一个 美国对于护卫的飞机 或者航母或空军一号 都有最近安全距离 你真的以为你可以半飞在旁边 空军一号大概是一两百公里近 每一艘航母 他以半径划出去 这个范围内是 你不能飞进来 飞进来我就视为敌意 叫你走 你不走 不走就打下来 所以以C-40这个行政专机 他在飞行的时候 如果美军有护卫计划的话 他一定会定一个最近安全距离 你近到这个距离 他就马上告诉你 你靠近的 请你表示你的态度 你的来意跟你的所属 请你从几点钟方向离开 要不然我们会采取必要措施 共军真的要扮飞 还真的印了习近平那句话 请各位要勇于牺牲 敢于牺牲 要死你 你比较快 那个美军在执行 那个是很坚定的一个范围 那个没有模糊地带 第二个 你知道吗 中国继续这样乱搞 其实中国这一次的演习 这五个演习区域是相当 坦白讲 克制 是对内宣传用的 我们就不笑他了 他如果再继续弄下去的话 美军的战斗机 要不要护航这个行政专机 上面不是只有裴若西 有官员 也有重要的国会议员 你伴随着他飞 飞到靠近台湾领空的时候 又发生两件事情 台美的空中战机 要不要交接护航 你在创造台美的军机 首次空中合作计划吗 有没有这个计划 我不能讲 因为插身而过 有没有这个计划 不能讲 就是空域有一个管制 就是说 当你的半飞战机 F22 或者F大黄蜂 不管什么战机 你半飞进到我们台湾的 范围内的时候 你就两个 第一个交给台湾 那就要有一个交接的 engage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 不就你中国创造大美好的计划 台美空中第一次真实的互相合作吗 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更惨了 台美有个合作 让他的半飞战机直接进到台湾 那胡锡进也讲过 美军进入台湾之时 就是什么什么毁灭美国之日 那一天就快到了 所以你中国如果克制 做一个好邻居 人家邻居在交朋友办起事 关你什么事 你这样闹 你闹到美国 必须做到维安滴水不漏 战机是要交接的 那交接要有计划的 然后接下来往北飞 离开松子部 进入加首 那实在停在那边干嘛 为什么那么多空中加油机 那也要交接 在我们的空域 是我们的F16 换下两千半飞 保护出去之后 要不要跟日军 日本的空置 空中自卫队 美军的 加首纳空军基地的战机 做安全的交接 如果有 那台美日安全同盟 就在习近平 胡叼盘 大努力的促进下 不就达成了 所以你不要闹 让一切维安恢复正常 和平状态下 大家都好 你继续这样恐吓这样闹 美国会把你话当真 会用最坏的scenario 最坏的情境去 排验这个事情 那我就讲 空中那个交接维安 他就必然会发生 过去胡锡进讲的话 我们每次讲说 他的红线在前面 然后他明明红线要到了 他自己就往后退了 对不对 来 瑞德哥我请教 刚刚东老师有分析到说 不会有那个对峙的场面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老公他们也很怕说 到时候我如果撂开 就去拍看 来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不是讲说这个雷庚号 他已经就是离开南海 然后往这个菲律宾海的方向 往台海方向再前进了吗 来我们看这边 我今天其实试着想要算说 雷庚号上面 他到底有多少箭载机 我跟你讲我数不出来 我看到就都灰掉了 太多了 因为他是密密麻麻的 如果满载的话 据说是九十架 对不对 那如果打折一半的话 也是有四十五架 现在看起来密密麻麻的情况之下 胡锡进的意思是说 我们如果轻较不好的 我们就把他击落 来谁打谁 他讲殲灭 胡锡进最近慢慢恢复冷静了 自从Twitter受到警告了以后 对不对 不三文就废除 在这里警告一下 中共的外交部跟国台办 胡锡进已经卸任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了 那个Twitter跟脸书的账号 要收回去了 必要的时候自己翻墙过来 中国的网友在问说 为什么他可以有Twitter 那个账号 为什么我们不行 胡锡进今天已经改口了 过去说 那么如果菲洛西的这个战机 降落在台湾的话 就不是直接把他给击落吗 那么环球时报甚至于直接讲说 直接用歼16跟这个等于说 舰20伴飞 还有必要的时候 把美军的这个舰艇的军舰 全部都击沉 然后紧接而来 胡锡进经过前几天 我相信他有得到部分的 这个等于说沟通 今天最新的说法是 如果佩洛西真的降落在台湾的话 无疑是启动 那个海峡两岸的火药库 火药桶 各位已经变火药桶了 你知道吗 已经从击落 已经缩短成为火药桶了 中共其实在目前为止 还蛮自制的 五个所谓的东海平潭南海的军演 都是小规模的 所谓的渤海两个礼拜的军演 讲白了在自己门口 然后紧接而来 他的登山飞机一定会飞 他不飞不行 现在要看他飞机怎么飞 所以如果为什么说是明天晚上来 而不是礼拜六来 因为很简单 如果佩洛西飞到日本再下来的话 中共他的雷达一定会知道 中共就算没有办法靠近你 佩洛西对不对 他大批 我问你 他大批几十架的 这个殲16殲20 绝对有本事 从东国海峡冲出去 冲到太平洋去 那你怎么办 他在国际公海上面 你怎么办 所以美军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那么但是他一定要做个动作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必须同情他 为什么 因为他必须要对自己大内宣 对自己军方的鹰派 他也必须安抚 所以他一定 各位千万记住 我刚刚讲的话 他会派出搞不好超过56架 60架 80架 100架都可能在那边绕来绕去 这边飞 必要的时候冲场 搞不好海峡中线 还一时一时冲场这样过来 都有可能发生 但这些过去都可能发生 都已经发生过了 至于有人说 直接发射飞弹到基隆外海 到左营外海 1996年就发射过了 又不是现在才发射 对不对 可是当时发射的时候 台湾可没有雄二雄三飞弹 爱国者二 爱国者三 包括天宫二 天宫三 这些飞弹 防空飞弹 那时候台湾是很可怜的 讲白了 那时候的防空战力 跟反舰战力 离现在是天差地远 所以我觉得中共会自我克制 但是中共也一定要表态 一定要有动作 那么刚刚这个等于说 我们定义委员已经讲了 一到台湾记者 台湾记者持鳖 只有在中国持鳖 为什么 在中国不来这一套的 你知道吗 赌麦全部都抓起来 你知道吗 滚出去 然后要不然的话 就很粗暴 但在台湾 台湾记者在任何一个地方 包括欧洲 包括哪里 我们就赌麦 明天晚上 到后天上午 个人认为 后天上午赌麦的机会最大 陪洛西赌麦 被台湾赌到的 这个机会很大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 划时代的一部分 搞不好不用赌麦 搞不好会有烤肉机 那是最好 那就是特别安排的 那是最好有烤肉架 对不对 就公开 因为没有见不得人的事 相当于我国的立法院的院长 为什么不能让台湾问满问饱 所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陪洛西访台对台湾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得说定义 为什么呢 各位 从川普政府卖台湾军售 一直到拜登政府 这个一年半以来 卖台湾 尤其是拜登政府 卖台湾的军售的东西 没有一个能看 我讲坦白的 那个M1东9A6的帕拉丁 现在已经作废了 然后紧接而来 那么几个比较重大的 几乎都没有 陪洛西来了以后 中共如果加大大的力道的话 OK 对台湾刚好是一个转机 为什么 没有意外的话 拜登想尽办法 在托中共不要在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过程当中 加入军事资源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对台湾的军售 一直没有办法落实 如果这一次 中共动作太大的话 我们梦寐以求了 四艘美国已经封存的 神盾舰 370公里射程的AGM 那么158的 这个逆半逆中飞弹 跟智慧型水雷 我们要了半天 要不到的东西 搞不好真的有可能 在陪洛西离开台湾以后 我们就可能要到了 所以事实上 大家不要紧张 大家不要害怕 因为现在的台湾 比起199年来 非常危机的台湾 已经战力 包括反舰飞弹 跟防空飞弹 已经不晓得 多了多少倍的战力了 好 再来关注是 台北市场选战的部分 好 民进党的 台北市场参选 陈时中今天他干嘛呢 他特别去的是 刚好是运鹏委员最喜欢的 你也涉略 很多的是漫画博览会 我有帮忙安排 你有帮忙安排 那当然是比较希望 抢攻年轻选票 那我们再看 今天联合报 有一个最新的民调 讲完是28% 陈时中26% 黄珊珊25% 陈时中的民调是第二名 但是看好度是第一名 我们一起来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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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得 因为他不得 是投行的 投行的一生 收到观音黑杰克漫画 民进党台北市场参选人 陈时中 又惊又喜 一早逛动漫博览会 要拉近跟年轻人距离 李维赖品渝也cosplay 帮忙助阵 我一定要跟他请议 来到这里 就是感受到一个 相当美妙的文化 应该这是老中青 大家都会喜欢的 台北毕竟是一个文化之都 那动漫漫画 其实在年轻从小开始来看 都生殖于在心里 最新民道中 陈时中在20到39岁年轻人 支持度居次 落后黄珊珊超前蒋万安 至于整体支持度 陈时中拿下2成6 惊要蒋万安2成8 领先黄珊珊2成5 不过在看好度方面 陈时中获得3成2 力压蓝白 显示北市撒卡都基站 操作气宝可能性 比赛在刚刚开始的阶段 然后那这民调让大家做参考 民进党在这一次 台北市场选举 是用总统规格在打这场选战 民调都是参考 但我们一定会赢 每天都要努力啊 我们就不方便在这边讲 选举的事情 谁有机会突围 现在看起来很难判断 因为你看这个民调 联合报的民调做出来 都是这个样子 其实彼此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近 那我们先看到支持度的部分呢 蒋万安也不过才28% 他以阿中部长几% 2% 2%其实是在误差范围里面 那黄珊珊25% 在就是民众党的部分 看起来他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度 其实是蛮高的 那我们说那个等边三角形 撒卡都就不分宣制了嘛 可是注意看好度的部分 虽然说蒋万安的支持度高一点 可是呢看好度的部分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 看好度是阿中部长32%是最高的 还有一个部分我们来看 这个年龄层的部分 以及政党倾向部分有一个点 大家会觉得真的有这样吗 会是这个样子的数字的呈现吗 来 政党倾向支持国民党的人 但是呢我们这边画过来 他会从蒋万这边挖走的是14% 那如果你政党倾向是支持民进党的呢 会到这个黄珊珊身上呢 是有18% 也就是说民进党的铁票没那么铁 来 于少老师怎么样来看 虽然这是联合报做的 还是有他机构效应的 他告诉大家这个民调呢 沙喀都呢基本上呢 是势均立敌 因为蒋万安28 陈时中26 黄珊珊25 领先的跟落后之间呢 都在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选战激烈呢 是可以预期的 第三个呢比较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对黄珊珊阵营来讲 有一个小小的危机感 是什么呢 刚才贵亚所说的 也就是看好度的部分 陈时中虽然现在第二名 大家看好度是第一名 高达百分之32 蒋万安的看好是26 然后黄珊是15 我先解释看好度是什么意思 对选民来讲呢 每个人都希望 我投的票是有效票 什么叫有效票呢 我这一票投下去呢 我支持会当选的 所以呢 现阶段看好度意思是呢 绿营支持者 或是陈时中的粉丝呢 认为将来我去投这一票 或者是呢 我叫其他人去投这一票 基本上是有预期的收益的效果 所以看好度呢 对陈时中的来讲 是比较有意义的 然后呢 这个蒋万安 现在正在压子挖水 简单来讲 看好度如果呢 去最后的话 那么蒋万阵营呢 就会去运作所谓的气宝 说你这个黄珊珊呢 虽然现在势均立敌啦 可是大家对他未来的预期 只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呢 你投这一票呢 可能呢 不会造成黄珊珊会当选这个结果 所以对黄珊珊来讲呢 这是有一个危机的 这第二点 第三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对陈时中最有利的 另外是什么呢 在男女或是不同的年龄层 基本上他都是持稳的 也就是他没有特别高 或特别低 不论像 但是对蒋万安来讲 在年龄层较低的 在年龄层较高的部分呢 他刚好逗逃塞 蒋万的支持者呢 大部分难获的是高年龄层 但蒋万在年轻人部分呢 就远续于两个候选人嘛 对黄珊珊来讲 就刚好颠倒 在比较年轻的部分呢 他掌握最多的 比较相对多的这个支持度 但在年龄层较高的地方呢 基本上支持度较低 可是呢 在不同的年龄层 陈时中基本上都稳定 获得广泛支持 所以这对一个候选人未来的爆发力 跟延展性呢 是有帮助的 最后的地方是呢 我可能可以做这样的解释 干贵阿所说的 黄珊珊拉绿营的票 居然拉得比蓝营多 这不太符合我的经验法则 我为了解释什么呢 应当还有很多像 雨潮老师这种调皮的选民 我的一个好朋友还跟我讲 上次呢 我看你在电视上这么说对不对 我接到任何民调呢 我都会说我是民进党 但我唯一支持黄珊珊 而且呢故意缓报年龄 因为这样或许有加权 我想呢这代表是绿营选民呢 基本上希望呢 黄珊珊不被弃保 所以你可以发现 黄珊珊居然拉掉 民进党的18% 只拉掉国民党的14% 这好像也不符合 黄珊珊现在的策略 好我们来看 我们稍后会聊到 有关于不遇认补助 到底是谁的功劳 讲完有没有割到尾 我们也会讨论 有关于港湖交通 到底是谁的责任 可是我们先来看一件事情 我要聊这件事情 我都觉得尺度太高了 尺那个不要写错 是可耻的尺 尺度太高了 来 原知我给你庆告 蔡振元在 讲完安的阵营里面 有没有扮演角色 有嘛 他是分区后援会的会长 但是结果 阿中部长这两天 就弄了他的这个 识别 他的主视觉 那主视觉呢 就是把视作好 然后他有一个这个动态的图 最后拼完会长这个样子 结果呢 结果蔡振元说什么 他说陈时中自吹自擂的主视觉 其实是喝醉酒的老人 在路边上厕所 我真的觉得超傻眼的 来 原知你认不认同 他就想象力比较丰富 这个不想象力吧 因为我看的时候 我看的时候 我是没有想到这方面去 那他有他的形容词 但我觉得因为最近 陈时中把他的slogan 叫做把视作好 我们莱茵这边 当然就是有点批评 我们当然是觉得说 防疫没有做好 所以会对他这个主视觉批评 那选举过 这是必经的过程 像蔡振元之前提出 他的那个手势 无限大 也是被民进党酸到不行 可是主要会讲到 这么离谱的东西 那是网友的想象力 却不会是说 来自什么定义委员 或是运鹏委员 他就没可能说自己的委员 这个事情是有一个歧视 就是为什么老人喝醉 会在路边尿尿 你讲给我听一下好不好 因为他自己也到那个年纪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你在侮辱谁 今天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主视觉 你也可以批评 承识从大家来辩论 但是看到那个符号 你可以嫌丑我 都还可以接受我 因为见仁见智 你看到符号就讲 这是老人喝醉在路边尿尿 你在歧视谁 老人喝醉就会在路边尿尿 年轻人不会 还是喝醉的 就一定会在路边尿尿 这个人是贵党 国民党 讲华安阵营的重要干部 讲这种话 那台北社老人会问一下说 路边尿尿 这什么道理 这个我看不懂 他在评论什么 至于刚才讲那个 防疫周报多所批评 在野党批评难免 但你要先照照镜子 在野党在防疫当中 所提的建议 每一个照做 台湾都会造成灾难 大家可以往公共事务上去变 而这一个在 蒋万安的竞选团队里面 去批评对手的主视觉 想到的竟然是 老人喝醉在路边尿尿 太low了啦 你把台北社老人当作什么 那我是觉得原置于说 这个想象力丰富 这不叫想象力丰富 这叫尺度无限 那个可耻的尺 我倒觉得你们可以把它撇清 切割一下 我们到时候就不用谈了 你如果还要包容说 这是想象力 贵党的想象力就是侮辱老人 可是他们想象力还包括什么 侮辱人家的名字 比方说什么时钟坏掉 这种东西也可以讲 然后一碗泡面在那边 因为其实跑行程跑得非常晚了 九点多吃一碗泡面 然后也就说 好感谢 旁边没有红酒杯 我就会觉得 如果说选举 是选到这样子的议题的攻函 真的太low了吧 台湾不只台北市 各地的选民数值 其实都提升的 所以刚才联合报 那个有机构效应的民调 其实你如果看到 那个内容 蒋万安支持她的是年长的多 然后你下去讲 年长能喝醉路边尿尿 然后黄珊珊是年轻的多 陈时中是平均一样多 所以这一个城市的人口分布 是平均的话 陈时中的支持的人口比例 是比较正常的均数 另外里面看到黄珊珊 稳定的两成以上 代表气宝变成假议题 而且在台北市 这是执政党的黄珊珊 跟蒋万安两个蓝军要弃宝 到时候是弃谁宝谁 还不一定 那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反残 常文年看选举 你应该要注意到这个事情 台北市的选举 蓝营的民调 连那个连胜文都要遥遥领先 蒋万安却没有 第二个异常 在台北市就算民进党选得很漂亮 看好度都会偏低 可是这一个民调是 看好度最高的是陈时中 而蒋万安从头到尾 他的民调在蓝营的支持度 远不如当年的连胜文 更不要跟之前的好龙斌比了 这两个异常 蒋万安要不要去思考 在蓝营的支持的眼中 你也许是一个不适合当市长 或者不适格的市长候选人 不过这民调的数字 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很值得研究 好来我们进一步来看 不运症的这个补助 到底是谁在哪里掘柱 谁在收割别人的成果 那蒋万安呢 他特别就PO出了一个 还做成一张图 就说其实这个不运症 人工升职的补助 扩大补助成果很好 因为他有倒三缸 来瑞德哥我请教 我们来看 他说什么呢 他说超过三千名的 这个市管婴儿出生 就是因为我在立法院的咨询 我的提了案 所以成功的推动了 这一个补助 那但是其实其他的委员 就有意见 包括林静怡委员 他去年四月 虽然说那时候他不是委员 可是他的确有跟 这个行政院的同仁有在沟通 而且他还有截图为证 有这样的一个对话 来再包括这个管病理委员讲说 这其实我很早 我在2020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讲这件事情了 那后来我们看到是蒋万安正宁说 有啊 我明明就有咨询 我咨询的这个几月几后 弄得很清楚 然后最后就酸说 民进党你要拿箱跟着拜 可以接受 但你明明就是照着我的提案 来推行的话很乐意 但是不要选举的时候 就说不一样 来我们看阿中部长说什么 阿中部长 我觉得他记性也真的蛮厉害的 他说 包括了邱志伟委委员 何志伟 邱太元 罗明才 林淑芬 庄敬成 管碧琳 吴玉琴 前后都有咨询过 对 蒋万也有咨询过 但是其实我们在109年的时候 就叫国建署要赶快来研议 那要怎么样扩大 那个方案要怎么弄 因为有非常多的细节 其实都陆续在进行 那这个我们看到是行政院长孙昌 他特别讲一件事情 他说国民党就是这样 过去这个骂那个骂 然后预算 总预算也在杯葛 又拒绝审查 现在有功劳的时候 来来来 功劳都是我的 来 瑞老哥怎么看 我觉得蒋万安急于表功 急于跟人家讲说 这都我做 这都我做就对了 但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那么民进党包括这个行政院长 苏正昌 包括阿中部长 他们所讲的都没有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件说推动不运政 能够这个升职辅助 绝对不是一个立法委员 更不是一个国民党 在野党的立法委员 所能够这个达到的 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一件长期 而且多位立委 包括执政党 包括在野党 大家一起去推动的 包括这个林静怡自己本身 也在推动等等 然后这件事情 那么是经过这些多年来 大家不断的推动以后 终于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你可以说我有功劳 但你不能说只有我的功劳 都是我的功劳 你不能这样讲 那我请问大家一件事 今天8月1号 我们的这个预额津贴补助 对不对 从3500补助到一胎 第一胎补助到5000块 第二胎补助到6000 第三胎补助到7000 你能说就是我的功劳 我在几年前就这样喊 那我现在先喊 我现在先喊 未来每一年 那么加薪3%都是我主张的 以后所有加薪都是我 都是我的功劳 我告诉各位 不想你们还不知道 五倍券还我的功劳 全台湾的民众都要感谢我 五倍券这个名称是我发明的 之外 你们的1000块 本来大家都要拿1000块 换4000块 是我的提议 所以后来 才决定把它给废除掉的 这个逻辑 我可以帮瑞德哥作证 因为瑞德哥最早在节目上 他讲说不要再在那 换1千块 没有错 虽然你是有你理论的基础 大家都可以作证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 蒋万安最近开始 那么把过去的活性说法 变成这个等于说 攻击这个陈时中 所以你要记住 攻击的时候 你要记得防御 比如说那天贴上个礼拜 贴这个陈时中 不是吃碗泡面吗 攻击 马上要攻击说 旁边为什么多一个筷子 多一个这个汤匙 笑死人 你是攻击别的也就算了 你就根据这个攻击说 那个道具 不是实具 我买便当的时候 一定会多带一个 所谓的免洗筷 为什么 因为很可能筷子是坏掉 或筷子掉到地上 那难道我买便当 多一个筷子 所以我吃了便当 就是假的 这个动作都在演戏吗 更何况他还讲了一句话说 还好旁边没有红酒杯 你是歧视红酒 红酒是很贵是吧 我告诉各位 贵党 中国国民党 过去曾经有个 选台北市长的 被人攻击说 一罐红酒喝20万 他赶快跳出来说 我们不是20万 你们不要这样污名化 是四万块 我都喝一千到两千的 我们太太喝一千到两千的 难道怎么样 我们得罪你了吗 喝红酒就怎么样 是有钱人吗 不是吧 我们不是有钱人 我给他贷款 一两千万的贷款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知道 不要污名化喝红酒的人 但是讲为什么这样 攻这个打 那个打陈时中 告诉各位 他想要把被黄珊珊 给劣解过去的 劣解过去的 深蓝的选票给拉回了 看看那个民调 我讲最后 这个民调就可以了 忠实在今年7月18号 做了民调 各位 陈时中24.2 然后呢 那么讲万安23.9 黄珊珊22.2 有趣的是 那么现在今天联合霸 公布的是 陈时中26 然后呢 讲万安28 黄珊珊25 三个人的民调 联合的比忠实都有 这个有进步了 然后呢 这个忠实的 这个跟联合的 这个陈时中 跟讲万安稍微 对调一下嘛 这里面都有一个猫腻 什么叫猫腻 他们都不约而同 这民调蛮有趣的 我也不知道 他们民调怎么做的 反正都一千多份 误差之内 说一大堆 他们这个民调呢 都有意无意的告诉大家 就是会让大家 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啊 如果要让讲万安当选的话 就是从黄珊珊那边 抽一点过来 你知道吗 抽更多 所以呢 希望陈时中的民调 从现在到年底 不要多第一名 不要差距很大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很可能让很多 想要经营 想要大打气宝效应的 这些媒体也好了 泛男的媒体也好了 就得逞了嘛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 那么为什么 叫呼唤深蓝人士 就是那种对国民党的危机感嘛 这不是最近这几天 蒋万安一直攻击 陈时中的目的嘛 好 来 原知 不运政的部分 我看你手上好像 有准备一张 是要帮这个 蒋万安的缩帖是不是 没错 我先讲一下 我就说当然就是 不运政这个事情 可能大家都有 可能有人会提出来 或者是要求 但是我觉得重点 还是要看贡献度 因为我本身 我也是民意代表 那比如说我们在地方 争取建设的时候 有的议员 他可能针对一个议题 他讲过就算了 也没有追踪 市府跟他说不能做 他就没在管了 那像我本身 我就是会去追踪 比如说争取活动中心 或道路破宽 不要趁机 不用自己打广告 天幕篮球场 就是会一直争取 一直讲 总资讯 总资讯一次不够 还讲两次三次四次 最后市长在承诺 我说愿意要做 我觉得那个贡献度 其实是分得出来的 那比如说像这个 不运政的东西 确实讲 管毕临委员 他有在2020年 时间轴是这样 有先提出来 这个不运政 要扩大补助的部分 但是那时候 陈时中部长的回应 就是说同意我们来演绎 但就没有后续了 那蒋万万 他是在三月多的时候 就一直不断提出来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不运政的补助 因为太局限了 如果没有扩大的话 效果不张 所以他就三月 有提出一次咨询 然后三月 后来又再提出一次咨询 那甚至还有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 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画黄线的部分 他有提到就是说 每次人工升职 受限于年龄 怀孕环境 没办法摆发摆中 所以请卫福部 研议放宽 不运政补助标准 是一般家庭 那这个提案 其实跟后来 卫福部所实施的方案 是非常类似跟雷同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蔡政府的 现在政策叫做 零到六岁国家养 那有几个版本 你知道吗 有几个人提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只拿蒋万安 我说他有一直追踪 他有一直要求 就是说 没有人否认蒋万安 可能有失个肥 可能有帮个忙 或者有主张 没有人否认他有贡献 可能是一百一十三分之多 他有贡献 黑歪 你知道 编预算是执政党 你说管币 管妈管币 2020年提出之后 你知道我们 民进党里面有政策讨论 我们有党政协调 我们有行政立法协调 我们每个预算要编 之前 韵鹏是党团干部 我们要经过 一关一关去讨论之后 把预算编下来通过 所以蒋万安也许是 一大堆委员当中 有提的人 那个连署提案也许是有 一大堆类似的提案 有提的人 有贡献 但不能说 那我爱的 你都叫我的议赎者 你觉得民进党政府在执政 都照蒋委员长 蒋委员 指示来办理 你去 你认为那个可能性那么大 我再回头跟你讲 一个具体事实 编列预算 总预算要审查的时候 在那边杯葛 总预算审查 是国民党党团 不认证的在里面 也就是预算编出来的时候 国民党不省预算 背个预算 暗海 提了一大堆 那边挡挡挡挡挡 不拉拉过 是中国国民党 蒋万安是中国国民党的立委 这些东西在预算里面 不只不预认 包含孩子的补助 都在里面 包含我们前瞻里面 有针对孩子预算 也在里面 我跟郑运鹏 我们要被人家丢面粉 砸水球 丢鸡蛋 撒金子 拿桌子撞 然后那个预算通过执行了 当时杯葛的国民党出来 想说 那我很厉害 没有 这有误导 因为那时候是杯葛总预算 不是杯葛不预认的补助 他把整个预算挡下来 民进党在在野的时候 人数少的时候 也有杯葛过总预算 那个是一个预算 是一种制衡的方式 那个不是说杯葛不预认的补助 我们杯葛总预算 会把那个提议讲清楚 而且实际上后来补助 并没有影响 在前瞻预算里面 有关孩子补助的时候 那时候印象国民党 还有委员站在桌子上 不让你过 不是挡那个孩子的东西 所以好 你现在挡预算说 那个不是意思 我通通挡 我没有直挡那个 然后一大堆人争取说 没有 那都是我们争取的 好 我说明一下 就是说 这个不孕症的健保的补助 绝对不会是讲外来创建 我在2005年 当任第六届立委的时候 更早 刚好我那时候的副主任 他也是三十几年 要变高龄产妇了 那他一直到 一直生不出来 他就做那个 做这个不孕症的 不孕症的那个 要打那个荷尔蒙什么的 一次十二万 我还记得那个 那那个时候我就有建议说 其实不孕症 那时候刚开始要扫紫化 有薪生的高龄产妇或检查有问题 其实政府就应该给 但是那时候政府没钱嘛 那时候也是民进党这钱没钱 到现在终于开始补助了 那他就会有一个期间 而且一开始会有些条件 会条件限制 那等到苏贞昌当院长的时候 他终于开始实施了 那当然他们会列很多条件 因为医学上前期 前期白种的条件都会有 大家都愿意放宽 所以刚才原資所拿的这个提案 臨時提案 好康的 大家觉得说 这个东西不会有错的 各自有篇版本 大家都要留个历史记录 这个在立法院不常 这是不很常见 那如果说这是讲万一方 那我要讲说 如果我没有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我为了副主任去讲那句话 说不定后来没这个方案 这没意思 高中一年级了 那这个我觉得讲万一 如果说他的选举是奠基在 他在魏环委员会的贡献 我觉得很好 讲万一第一届 第九届的时候 上一届 现在第十届 他是刻意安排在魏环委员会 让他表现 那时候是新科立委 他为什么要安排魏环委员会 让他表现 并不是他这个有专业度 而是说 那个时候有还我七天假 郭敏洞要召太平进洞 就从那些 二零一六年政党 轮替交接的时候 那时候像美苏环委员也是 那时候的议题 像七天假也是 那时候的议题 安排一个新人 国民党的明星 到那边去跟民进党 带头抗争 所以他们在抗争 那个七天假的时候 蒋万安委员 那时候站了司令台 被封为战神 还跟时代力量提提堵堵 交换站岗 他是因为那个关系 所以到那个委员会了 那现在如果说 他在这边有努力 我觉得都很好 你也说这就是我的创建 不好意思 真的是晚了一点 我比你们更早十五年 好来跟真相越辨越明有关的事情 我们来看 民进党的桃園市长参选林志坚 他最近公布他的主视觉 还有他的竞选团队的人士 但是有一件事情 纠缠他非常久 就是有关于这个论文门的事情 他后来选择方式就是 来 我也不怕你看 我论文呢 我就开成布公的 你在网络上 你可以检索林志坚的 你也可以检索另外一个是余正皇的 大家来比比看 到底有没有抄袭 我们一起来看 坚定下前 小鸡全员到齐立廷母鸡 民进党桃園市长参选人林志坚 这次换上牛仔裤布鞋 在主视觉亮相这天 敬总人士也公布 主委郑文灿 总干事郑运鹏陪同 铁三角阵容破除 换肩谣言 以多色块呈现桃園 不同族群融合 加上各式箭头 接连转换 一直向前 更象征年轻火力 由聂永贞和徒弟 熏机操刀 一上架获得热烈回响 就连陈时中的儿子 陈彦安都留言 被帅到可以交换名片吗 这个选举 终于要步入正轨 我终于回到 我熟悉的战场 对手 透过了抹黑 泼脏水的方式 试图 想要影响 这次桃園的选举 林志坚是在 7月8号 完成新竹市长的交接 对手震宁 是在7月5号 由侧翼 发起抹黑大战 这一个月的时间 我看不到桃園市政的愿景 我也有信心 我可以再创我们桃園 下一个黄金十年 宣布选战进入正轨 但论文们叙烧 即便知道教授陈明通 连发声明 修正林志坚论文 再给余正皇参考 但余正皇律师 在脸书发文 考虑以司法诉讼 解决纷争 我也只能尊重 那他们有没有提出来 这是他们自己要去判断的 选战倒数 林志坚团队就位 黄金阵容 将以政界牛肉 立抗对手阵营 好 论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林志坚选择公开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好好去检视了 以及我们看到是 他当年的老师 现在的国安局局长陈明通 也特别出来 写了一个声明 那那个声明呢 时间序 其实写得蛮完整的 那我们现场的这个来宾 有两位是完整看过论文的 一个是韵鹏委员 另外一个是宇沙老师 来 我先请教韵鹏委员 我们看陈明通 他是指导教授 他在七月三十一号发了一个声明 他说虽然余震煌毕业时间有稍微 但不过事实是这样 是先有林志坚 他二零一四年选举的这个民调 资料还有论文写作 之后才有余震煌的论文写作 而且余震煌呢 他本来其实他在论文的过程 他卡关非常久 他本来要研究陆生 研究三年半 都没有办法顺利毕业 最后其实在半年内 他换了题目 换成研究林志坚之后 他的论文才终于产出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陈明通 他讲说他先修正了林志坚的论文 然后交给余震煌 你去參考 你換一个題目 他的结论是这样 他说两个人论文 都有自己的这个问题意识 研究的对象跟结论都不一样 因为林志坚他研究的是蔡仁坚 这个杠杆的对象 会对于选举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余震煌他所研究的是 林志坚为什么这一场选举 最后会胜出 他说各自都有研究的发现 以及价值 这才是重点 没有谁操谁的问题 那我先请教韵鵬委员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国民党还在讲说什么 狼狈为奸 而且他们现在又把导向 本来一直在讲的是林志坚 要去告这个 要去告那个 现在他们锁定的对象 又变成阿通塞 你怎么来看这个整个过程 这个案子一直让我们很辛苦 就是说像桂雅 你刚才所提的是 昨天七月三十一号 陈明通老师的声明 其实他早在一个礼拜之前 七月二十三号 他就发了一篇声明 那个声明 让网路上说什么六千字声明 六千字声明跟论文来比 当然自制算很少 但是六千字声明 有几个人看过 不要说看过 现在大家都忘记了 那我一直在想说 也有很多知识者 跟我们讲说 你怎么比较简单 来说这个论文的案子 你怎么样简单 让我们知道说 是林志坚创作的 我举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就是说他的论文的题目 是不是2014年林志坚 自己市长的选举 这个市长没有错 大家也忘记他论文是什么 就像有人抄袭 其实自己林志坚自己的选举的民调 自己的研究 我干嘛去抄别人 本来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只是因为那个余先生 他毕业在前 所以被人家说 毕业在前面 一定是在抄他 这个让我们有苦难言 这个让我们有苦难言 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林志坚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会前面跟我一样 他也不知道 那原来是昨天 陈明通老师的声明讲了 他说他说讲了 他证明什么 第一个你刚念的 先有属于林志坚 2014年选举的民调 资料和论文写作 才有余振皇的论文写作 陈明通是林志坚的指导教授 余先生他是陈明通的什么 他是他那篇 后来通过了硕士论文的口试委员 他说他确认2014年民调 陈明通早就拿到了 他自己发表了 2015年发表了 陈明通自己的论文 2015年之后 那请林志坚说 不然你就用这个论文 这个题目你自己去寫 然后他讲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在他在之前一篇的 那个六千字的声明 没有讲得那么清楚的 就下一段 因为本人先修正林志坚的论文 相关部分后 再交给刚刚换论文题目 而且休業年限只剩一学期的余振皇做参考 所以老师给你的东西 他会认为余先生会认为说 这老师给我的一定是原创 他再去出力 他再加注意见 加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也没有怀疑过 他有要抄林志坚 我们真的不知道有这个总控 所以老师证明了说 我先帮了那个林志坚 他修改了他这些东西 那有一位同学 他剩一个学期 念了六年 六年的最后一个学期 要毕业了 题目也刚刚换掉 他的题目是什么 本来题目要写入生认同 中国在台湾的学生 他怎么认同这个国家意识 大概这样 但是题目很复杂 然后他在最后一个学期 写不完了 他想改题目 就去找了陈明通 陈明通就帮他说 不然林志坚这个 这个民调里面还有可以发挥的 那个林志坚 林志坚去研究另外一位对手 蔡仁坚 那你就来研究林志坚 就是把这个pass过去 结果pass的档案里面 他有找到我们讲的 那个关键的那个资料 二零一六年二月一号 老师把他改完 改了林志坚所写的东西 还给林志坚之后 后来那一章节 第一章的那个三四五 大家说雷同度很高的 就是在那个档案里面 老师也pass给那个余同学 就是这样而已 要给他先毕业嘛 所以要为了要给他先毕业 所以给他一个资料 那他就做了蛮多部分直接用 因为他以为老师给他的 不会有抄袭的问题 结果他先毕业 最好被林志坚的搭 大概就简单来说是这样 委员我跟你说 我有更简单的改随方向 来我们来看论文有时间走的 我请教董老师 这个时间走 我们从这边开始看 二零一六年的一月 因为这个余同学啊 他卡官实在卡太久了 他那个原本的研究 研究不下去了 但是二月一号的时候 林志坚他的这个研究设计 大部分的内容就已经给了 那到了二月中呢 陳明通想说不然这样啦 我让林志坚这个资料 让你去研究 你看这个时序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來 但是在这个审查委員会 很多人讲说林志坚 你既然这么站着住脚 你为什么不敢去伦理 审定委员会 有人这样说 但是这个问题在这边 因为台大社科院的院长 苏宏达 他是伦理审定委员会的 当然的主席 召集人 那召集了谁谁谁 他可以去揉 假设要八个人 他去拉那一些教授 对不对 那现在林志坚这边 为什么选择不要 他就觉得你已经对我有 未審先判了 有这样先的结论 你已经讲说 这个是丑闻 你还发了内部信 那当然对他们来讲 会有这个蛮大的 就是说心里面觉得 是不是你已经未審先判了 会很担心 到时候是不是 不是那么公正 我觉得这个林志坚的论文的问题 随着时间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教授 愿意站出来 讲些公道话 其实刚卸任的政治大学校长 郭明正 他讲了一段话 他认为学术已经过度的政治化 变成一个政治议题 这不是好事 而且对整个学术界都会有这个坏的影响 郭明正强调 要把一个人定罪 需要经过很多的事实调查程序 事实要清楚 程序要清楚 价值要清楚 才能讲话 好 另外一个教授李晓峰 他也是公开的 他就公开的指 这位政大的苏宏达 这个教授 台大 对不起 台大的苏宏达院长 你还没有开会 你就判定这是丑闻 这个本身就违反学术伦理 其实我在两个礼拜前 我是最早就提出这个问题 那时候就觉得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一个 这个叫违反学术伦理的这个审查会的召集人 因为苏宏达教授 他是当然召集人 他具有什么权利呢 他具有邀请哪些人来审查这个论文 他具有召开会议的权利 他也具有这个确定程序的这个权利 这些权利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所以你看我自己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变成 这个我们台湾社会 大家众所矚目的案件 那个时候我们要求他要回避 台大就是拒绝 不用回避 那么我就请问一点 到今天为止 作为一个召集人 你有没有在这个召集的过程中 你有没有公开的来保障这个程序 是公正的 是中立的 你有没有做这个事情 举例来说 你邀请了哪些这个评审委员 你不用跟我讲名字 因为这个法律规定是要保密的 但你是不是至少能够跟社会公开的讲说 你邀请的这些评审委员 不参与政治 具有高度的学术权威 你怎么连这个话都不讲呢 那我们不能问说邀请了谁 对不对 更重要的是根据这个 上次有去参加这个 这个审查会的这个余正煌 他的律师公开说了 在那个审查会问他什么问题 重新把那个论文问了一遍 等于是第二次口试 他律师讲 这个不对 这个就违反程序了 我赶快去找台湾大学 国立台湾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 违反学术伦理案件处理要点 你们台大的这个处理要点里面写的清清楚楚 只能处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抄袭 第二件事情舞弊造假 第三件事情其他违反伦理 学术伦理的事项 这什么意思 你把人家的口试 比如说第二次论文口试 你熟不熟悉这个概念 这个议题这个技术 这个跟违反学术伦理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难道是要告诉我说 原来到最后 谁对这个议题比较熟悉的 你不是抄袭者 谁比较熟悉的 谁比较熟悉的 你不是抄袭 谁不熟悉的 你是抄袭者 那完了天下大乱 以后的省察委员会就这样开 试试看 因为他其实必须要就时序 以及提供来相关的证据 才能够去说话 他必须行事审 他不能实职审 你不能去讨论人家的论文 这才是重点 好 我让瑞德哥来做补充 那么如果根据这个 陈明通教授 他所说明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他把林志坚的东西 那么改过的东西 部分拿给这个 等于说余正皇使用 那么余正皇先生 那么身为调儿员 我相信你不要再 请你的律师代为说话了 你的律师虽然是律师 能言善变 那问题是 因为他又有政党色彩 那这样的话会让人家有政治 介入这件事情的这个情况 我希望你勇敢的 那么回答几个问题就好 你要不要出来我不管 但你用自己的身份 而不是律师的身份 你到底当年 有没有拿到陈明通教授 他给你的这些资料 有没有 你当时知不知道他是林志坚 这个另外一个城市 但你有没有拿到这些资料 你有没有拿到这些资料 然后把这些资料运用在 你的硕士论文上面 有没有 我相信你不会说谎 没有人 林志坚也好 跟陈明通也好 包括民进党 没有人指控你抄袭 不相信的话你去google 你知道吗 没有人指控你去抄袭 去检举你抄袭的人 是中国国民党的民意代表 于正皇先生 你要出来证实 你当年确实有拿到陈明通教授 给你的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事实上是证明 就是林志坚的东西 那你如何引用 干什么引用 这样子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这可以证实 两方都不是抄袭 我只是引用 但我不知道他林志坚的 林志坚不知道我的 被教授拿去引用 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就在今天 中国国民党的副发言人 兼台北市很可能要选议员的 林姓儿小姐 她也被指控 她也被指控她的论文 那至于她是不是 有关于郑大这个教授 对不对 那么郑大这一位林教授 那么她在2016年 跟2012年的两个论文里面 是不是包括中翻 英翻中被她翻过来 包括什么 当然林姓儿否认说 她有抄袭 虽然周刊去指控她 说实业怎么样弄 怎么样弄 不过那就同样的道理 那你林姓儿小姐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这么巧 PTT变成了PPT 你要告诉我 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质疑 林志坚的东西 那我用同样的标准 也是质疑你 为什么PTT跟PPT 同样的道理 我相信 因为她在上节目的时候 林姓儿在上节目的时候 她说 那么她对林志坚的 这个论文事件 多有琢磨跟多有批评 那我们是台湾 是民主社会的国家 我不反对 包括你在你的脸书发起 我的论文是真的 我也赞成 但是我的论文是真的 后面必须要是惊叹号 你知道吗 不能是问号 所以任何人的论文是真的 那你要证实 那我也相信 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对论文的真假 那么有兴趣 对抄袭 剖窃 那么有经验的 这个许巧心跟王宏伟两个人 用同样的标准去解释 林姓儿 这很简单 那就让大家用同样的标准 用同样的立足点去检释 所以这件事 那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论文的事情 对不对 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人家就是不相信 采取他 他只相信他相信的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 民进党也好 还有包括林志坚团队也好 就是把他说清楚 讲明白 陈明通要拿他一生学术的信用 跟他的专业 去替一个学生背书吗 有到这个程度吗 所以事实上 当然你可以去质疑陈明通 也可以去质疑林志坚 但我只是请大家 那么就事论事 让证据说话就好了 来 原知我要给你清稿 我们先看 刚刚有讲到说 国民党的副发言人林姓儿 林姓儿就是 黄子泽那一区初选没有过 但是是林姓儿过的 那个选区 四北区的 来林姓儿的论文 这个是静周刊所写的 他把它整理出来 你这样上下对比 其实看得会非常清楚 这个论文里面 他就是一个是写英文 一个写中文 整段我就用类似Google翻译 我给他整个翻译过来 那我们进一步看 这个地方看得比较清楚 他其实是一个什么 TBBS2008的引注 那可是他的数字 有一点奇怪 不太一样 但是整段的文章 基本上就是英文 再翻成中文 那另外一个部分 刚刚瑞德哥有点出来 是PTT才对 但是呢 为什么他写PPT 然后这个也写PPT 为什么错会是一样 就好比说在准硕士 为什么那个准一样 仿佛你们在打的这个点 可是现在呢 回力标 回马枪 又到了国民党的身上 可是我看国民党 好像没有要在这个战场上面离开 因为王宏威今天又开记者会了 他就是在讲说 陈明通 为什么他这个记者会 前后三次又声明的这些东西 好像是什么 串贡 要讲到什么狼狈为奸 那我请教原知 我们刚刚也看过相关的时间走了 时序的部分 而且论文 你如果既然说 你要评论这一题的话 那我觉得你要很负责任的 超级PPT 你认为的超级PPT 其实在网路上 林志坚的论文 看得到 因为他们已经公开了 余正皇的论文也看得到 那你现在最新的这个点 你有没有改变你的说法 我先讲 那林信尔 因为没有看过他原始论文 如果说他是在文献探讨 的话 把英文的文献翻译成中文 然后他自己也改写过 然后也有标注引注的地方的话 那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那他现在 他自己已经公开出来了 然后他到那个名传大学 要求那个名传大学 就直接去调查 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正确的 不像林志坚都不愿意去台大 其实我们是蛮呼吁说 林志坚的负责任的态度 他其实他把该给你看的 他都给你看 他也不怕 他应该就是去 因为现在 因为现在 你怎么可以说 人家选择书面 就不负责任 我觉得现在有点罗生门 没有罗生门 规定如此 到底有没有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有很多 等一下我回忆你 你还是没有把这一页就好了 这一页就是句子 文句都一模一样 措置也都是一模一样 这个就是抄 对 你这一页的内容 是不是研究方法 是不是跟民调有关的资料 等我讲完 大家不要去打断我 这样我永远都讲不完 就是说 这边是余正皇的论文 这个是林志坚的论文 这就是一模一样 一定有一个人抄另外一个人 那陈明通的讲法是说 好像有一份让他提供给他们两个 那他们两个就是抄理陈明通的 就是感觉上好像陈明通 有个中央厨房 你这个混淆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没有这个就是很清楚 那是研究方法 这个文字都雷头 你也写过论文 这也不是研究方法 不是 这不是研究方法 这是在叙述 这个是在叙述 然后你看CBA 林志坚的部分 因为他自己的C 他的C是台北医学大学 然后下面还有C 是什么台湾大学 在职专班生 他是直接复制贴上 那我只是举其中一部分 我觉得即便是 你说是研究方法 研究设计 那你也是要改写 这就是基本的学术人理 那既然两个论文 有那么高度的雷同 那大家就调查出来 到底是谁 你不能拿一张 然后说高度雷同 因为刚刚有讲说是 其实雷同大概有十几页 有十几页 那都是在陈明通所讲 档案里面所找到的第一张 那这些文字 到底是谁写出来的 那这个文字 不会是忽然自己出现 这些文字到底是谁写出来的 二月一号之前 他拿的东西给老师修改 那这些文字是谁 第一个是谁写出来的 谁写出来的 林志坚把档案给老师了 老师改完都还林志坚 那所以郑云鹏委员讲了 这个文字是林志坚写的 之后老师把那个档案 拿给余先生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林志坚写完这个时候 被余正皇抄在他的论文上面 我没有说他抄 这个就一定有一个抄 另外一个人 陈明通老师的声明里面说 陈明通的部分我解释一下 因为陈明通他是指导老师 指导老师本来就是两个 假设他的指导学生有招的话 就共犯 林志坚的指导老师 余正皇的口识委员 对我知道 所以陈明通一定就是 互林志坚的 我觉得陈明通老师的话 大家就听听 因为他是互林志坚的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余正皇现在还是陈明通老师的 博士研究生 他为什么要偏袒其中一位 因为他的指导学生出问题 他也会出问题 你们都在猜人家的动机 我没有出问题 本来就是这样 那第二个就是 陈明通的讲法是说 因为两份论文的结论不同 所以没有抄袭的问题 今天中研院院是 曾志坚出来讲话 他说有没有抄袭 跟结论同不同 没有相关 重点是你文字雷同度高不高 那其实你看他论文的前半段 文字雷同度是非常的高的 那甚至我要讲一件事 因为原则 你没有看完整份论文吗 我看了前面的 我看了前面几乎都一样 我让宇柯老师来回应你 你的都掉 那文字雷有一个人写 另外一个人抄 不会两个忽然间就浮出来的 那很清楚的逻辑 我来回应 我真的觉得 一人之你要帮国民党 去做攻击手 我没有意见 你自己台大国发所 你自己也写过论文 你也学过研究方法 你在这边说这种话 每个人都知道 老司机要看一份论文 是倒个看的 为什么要倒个看 先看你研究的结论 还有你研究的过程 第一章是什么意思 写过论文的人都知道 如果是系书同门 都是同一个老师 用的方法都是一样 都是同一个学派 那我告诉你 那就是这本论文的使用手册 你这边跳这一支讲人家的问卷 那是密西根学派 基本上所设计的问卷内容 对不起 页远子 那一天我把论文完整传给你了 希望你好好看 我就看过了 你还没有看完 你看结论没有 你看第三章 第十章 第五章没有 那你前办案都一样 那所以大家全部抄前办案可以这样子吗 那我说完嘛 比如说有人都用参与观察法 然后所引用的参与观察法的文献 两边写的都一样 你说这叫抄袭 或是说我用的叫做历史回顾法 文献回顾法 里面所有的研究方法 基本上都来自同一本书 你说我这叫抄袭 这就不是书的吗 这就有一根 玉珊老师 因为你现在解释的会比较深 如果说没写过论文的观众 我再讲个更简单的道理 袁芝又不了解一个状态 他明明知道 下一个问题是说 陈明通为什么这么好心 明明是于正王的论文 他毕不了业 然后为什么要提供 这个临之间的资料 贴他给他 因为是 陈明通那时候是国发所所长 所长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叫做研究生 如果毕不了业的话 跟所长很救命的话 所长一定要想办法 所以陈明通就是自己好心 帮学生的研究架构 提供给他 然后告诉他 这里面有相关的研究的 这个设计跟问卷 还有民调的内容 请你参考一下 请问这样就叫抄袭 所以你以你的标准来看的话 那对不起 我就不想讲林姓和的事情了 林姓和现在的事情 不是只有文献 还包含他引述T台的民调 还包含里面的文字内容 那都是文字结构的一部分 你这个怎么说呢 所以我希望你用同样的标准 所以我要讲的到底在哪里 我还是希望所有人 好不好 真的要去说抄袭 先把所有论文的内容给看完 你说真的哪里比对有雷同的 请直接公开拿出来 接下来我们再讨论 抄袭的定义是什么 引述的定义是什么 否则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你自己身为国法所的硕士 你也写过论文 也了解国法所的学术 伦理的要求 做这样的指控 我觉得没有意义 还有一个Mega是跟律师有关的 定义委员 因为律师最近他们常常那个公围 都有一点是带着一些工坊的味道 比方说那个余政皇余先生 他根本就懒得看林志坚的论文 比方说什么 这个不叫抄袭 什么叫抄袭 已经讲到这一些了 那我们去看余政皇先生 他找的律师是时代力量的郑威凯 然后他一开始丢出第一次声明的时候 他透过是国民党的议会的助理 满志刚丢出声明稿 你就会怀疑说 是不是背后有什么样政治的手在那里头 基本上如果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有什么评论 大家可以来辩论 可能如果是余政皇的委任律师 他就应该跟着事实证据走 我比较遗憾的是 曾威凯比较像政治人物吧 他不像律师吧 比方说懒得看都懒得看 这不是律师的口文 人家明明看了 还写在感谢文里面 我认为他连感谢文都没看 就说余政皇拿到的资料 还感谢林志坚 结果律师出来讲话 比他差 说那人看就懒得看 这是律师还是政治人物 然后他丢出来的声明 去找国民党蓝影响权议员 名字我不怕他打广告了 来丢出声明 这是政治动作还是法律动作 如果一个委任律师所操作的 全部都是政治延迟跟政治动作 这到底是律师还是政敌 我看不懂 所以林志坚的东西 还是回到一个根本 台大你用了一个像 一个苏院长这样的人 苏宏达他本身对这个事情 未审先判 还泄露他相关邀请的事宜 李小峰也是教授 他讲说你这个已经违反 审查伦理 所以你没有资格 更不要讲这个人 过去冒充外交官 只为了修理谢长廷 为了修理民进党政府 谎称说这个故宫要迁到南部 结果根本通通不是事实 本身的言论可意 审查的新政是政治新政已成 然后再回头看林志坚 苦苦地去说明 他的研究 他是同门师兄弟 研究方法 研究结构 研究问相雷同 但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 研究结构不同 而在最重要的核心产生结论的部分 也是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一般人也许不懂学术论文 但一般人应该懂 台湾的政治斗争 手段之粗裂 在这个事情上你是看得到的 金周刊爆料 国民党的副发言人 是林信儿 他抄写是政大教授 林日玄的英文论文 但是因为他英文翻成中文 所以你有些研究 你没办法做比对的 林信儿今天他的回应说 他要告那个爆料的人 意图使人不当选 那我们就来比对一下 你来看 林志玄他的态度是什么 我敢把所有的答案都公开 大家一起来检验 我没在怕 他有这样的自信 于正皇的部分 他先透过国民党的助理 丢出说的这个 没有抄袭的声明 然后委任的律师 又是找了时代力量 你看这个律师 讲的话 满满的都是政治语言 你再来看看 他的论文的题目怎么写 来我们看这一边 是他余先生的论文题目 论文题目呢 林志玄的社会基础 林志玄的政治基础 林志玄的个人特质 还有欣赏林志玄的这个 个人形象 从头到尾都在讲 林志玄的相关的内容 结果是林志玄操他的 他对 就是奇怪 也难怪 最近林志玄讲说 他有那个 合心合理情 会有这样的感触 明年同一时间 锁令新台湾加油 我们再会 林志玄的社会基础